我必须把这钱给要回来 清江 清江 藏起来了 是不是跟后边呢 你快给我出来 告诉你 我都闻了你味儿了 听听吗 我这比军犬都好使 你快给我出来 不出我就敢蹲着等个你 大哥 大哥在家吗 这咋还出了个女的东西呢 大哥 大哥 你找啥呢 这咋是你呢 你这咋来的呢 你干啥呢 我不是这么个事吗 你看上回用军婚那个事 这我大哥呀 添不少麻烦 这个记者呀 还老采访 我现在就要过去看上我大哥来 刚才我现在 是我大哥蹲那块 你拿我 当你大哥了 我来就动手动脚 看来你们这关系处的可不一般呢 你看你说啥呢 大哥你别说笑话啊 我是你二哥 你这老大哥大哥你是不是这两天你掉顺嘴了你啊 我这脑子也不好使 到现在你们俩呀 谁老大谁老二我一直会分不清楚 你可不是分不清 你还分不清 你还不怕我呢 我呀还真没看出来 二哥这人呢还挺幽默 别说笑话了啊 那啥那个 那你干啥来的 我这下午着急想老伴 他欠我的钱 你不给我 我这不来要钱了吗 他人哪去呢 你还问我 你还不知道他是哪去吗 我说哪知道些 我是懵懵懵一点 我现在那个不到大哥愿去啥玩意儿 给家里做点菜啥的 我得送过来的 哎呦 那我说闻得这么香呢 来我看看啥 啥 你看 哎呀 不到给你吃败吃啊 哎呀 鸡爪子 鸭爪子 鹅爪子 猪爪子 哎呀 这都是我亲家爱吃的 他爱吃吗 嘿 吃饭能挠钱的 他都爱吃 我亲家现在就缺钱了 我跟你说 那啥那个 哎呀 我是 我是行 你把我亲家饮食习惯摸得这么透吗 别别说 你看这样的 你爱吃的也要吃 咱俩等他一会儿 反正也等 我给你找个网块去 行吗 是 这我得吃啊 我必须把我那一万五这三天的利息给吃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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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买一下啊 我还带瓶酒呢 哎呀 我看出来了 他家的地形 你摸的皮我都熟过 咱就说这酒杯 这是我亲家结婚前 我给他买的 二十多年 他都没给我拿出来 你说你跟哪儿逃出来 一熟 啥玩意我跟哪儿逃出来 你可别瞎说啊 你这我拿放着呢 我到那儿我拿回来了 来吧 我敬你杯酒吧 来 你这完全是以清静母的身份来招待我 你真是 你说啥话呢 这是什么叫清静母啊 你整的我都不好意思的 你还清静母 你那就是我兄弟 以后啊 咱应该改口了 你和我亲家这都过上了 我应该管你叫嫂子 你管我叫二弟吧 二哥 我跟你说正经的啊 闹笑话 你可别瞎闹笑话啊 我跟我大哥呀 俺俩还没有呢 还没有呢 没有登记也有先过上的 这年我都明白 你真说像我这样的 你真说的 真是那么回事似的 你看 那可不就是那么回事 我问你 孩子现在上学了哈 上学了 钱都够了哈 都够了 你们过得都挺好是吧 挺好 嫂子 你们过得都挺好 你们去想想别人呀 你说你们那堆柴火 潦汪汪的 跟他找的 你说我这堆柴火 都晾三天了 干透透的 现在就给个火星子 蹭一下就找啊 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消防队 来隔瓷水相词 都不一定瓷灭 我下午确实着急向老伴 你就告诉我实话 我清姐上哪去了 我跟你说二哥 我真不知道 我大哥上哪去的 你看 嫂子 你如果要这么说的话 咱们话就得往回落 那我这钱 我就得管你要了 你说你这 你从我要啥钱呢 你也从我要不着啊 这负债子还 负债期还 你这哪一个 是不是有这说的 我清姐天生气管炎 从来不管钱 你说我不管你要 我管谁要 我说二哥 我说你这人咋个事啊 你咋就认准了 我跟我大哥过去了呢 他没有钱 他有钱不给你了嘛 你咋不相信他呢 你这咋还鸡眼了呢 这一般在家里 要说了不算的 能有这么大脾气吗 我告诉你说 他没有钱 有钱肯定给你 所以他有钱的话 他不能出去三天不回来 给你借钱点 少了少了 你用我就少了 你借不着 你那么点 他没回来 你先把钱你借给我 往我用完之后 我再给你拿回来行吗 你呀 你从我借 借不上 再说我也没有钱 你怎么能没有钱 你给你捐的三万块钱 都花了 还是你们这置办家具了 没置办家具 那是准备置办家具 是吧 我准备置办啥家具 你今天咋的 听不上我的呢 我还不跟你说 拉倒这个 对不起拉倒 不是嫂子 你不能不管我呀 因为我下午 着急想老伴 人家说了 那老太太 长得渴水了 你说 你说 你就不管我 我跟你说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你二弟太寂寞了 行吗 我求你了 嫂子 你是我亲嫂 你不跟你会 就妈我也不行 我不能 我求你了 你这帮我 三天如见 风云突变呢 今天我们终于拍到了 白大爷 向田阿姨求婚的画面 你怎么又来了呢 男人不玩老鹿 鹿啥鹿啊 我跟你说 你别小看我鹿这玩意 等到你们结婚那天 这都是婚礼 危险二啥的 你知道吗 什么啊 你这一鹿 好像我俩咋地了 不是你没大地 你刚才那是干啥呢 我这是求我嫂子 让他帮帮我 我下午相老伴 你说我这个悲惨的 你这样 你说你鹿上去 都影响我形象 你说 大兄弟 你是这么回事 他呢 从他今天要钱 他青年没给家 他跪地吧 你说错 要这个钱 你说这哪个哪 这是 哎呀 你们有点 这太着急了 我今天来 就是告诉你们 一个好消息 从两天 这个白大爷 和钱大爷捐款的事 这个网友纷纷好评 所以说呢 网友把这个钱 都凑出来了 就是孩子上学的钱 也有了 钱大爷多捐 那钱也找回来了 白大爷 你找后老伴的钱 也不用再着急了 这真的呀 这挺好 那也太好了 你说我这事 就算 没事 我不着急 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 这段时间我能控制住 那个大兄弟 这个感谢你 也感谢那个社会人 有好多那个好心人 那啥 那个钱够的事 大哥知道不 我这不就是来 告诉钱大爷的吗 哎 钱大爷呢 没了 没没了 丢了 丢了 现在就三天找不着人啊 那个好几天没看到人了 这不哪去的 我这心里着急啊 那么大人就丢了 你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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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发吧 行 这么点啊 咱们现在来一段 这个视频 寻启示 你录一段 然后咱们就直播出去 没准能找到钱大爷 哎呀 这个办法挺好 看着就都能告诉是吧 直播的 直播的 这个挺好 挺好 那那那什么 那个路吧 我不着急 女士优先 来我先来吧 这还不着急呢 那女士优先 应该田阿姨先来呀 啊 你去 那我不着急 那行 你先来 田阿姨来 几备 开始 大哥呀 你跟哪呢 你快回来吧 啊 那个钱哪 有着落了 真没想到啊 你说你的爱心呢 哎呀 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这些天哪 我的事啊 一直放心不下 我这一对眼睛啊 我这满脑子里头 确实大哥你呀 我说些话 你存在 他深深的脑海里 他的梦里 他的心里 他的歌声里 你先来 我 我不着急 你先来 大哥啊 就没想到啊 你对我们这个树不相识的姑儿刮母 你照顾和爱心 我跟我儿子这辈子大哥 也忘不了你啊 等老妹子以后过好了 我肯定报答你 大哥呀 你跟哪呢 你快回来吧 你快回来 你快回来吧 是生活 因你而精彩 那是 我不知道 你来 我说你这 你不着急 不着急 啥结乎眼的 你能不能来 来点干点你 刚才有点稀啊 我来点干点 这 亲家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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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回来吧 这两天 我们找 你都 找 疯了 全乡都 找遍了 尤其是 你常去那几个 寡妇家 我都去找去了 人家说 没看的 你 亲家呀 你千万快点回来 别出啥事 只要你回来 我保证不哭 行吗 回来吧 看着办 看着办 手机响了 来了 白七七了 现在就有网友 知道了这个消息 把这个消息发上去了 网友说 现在已经找到了 四处筹钱的钱大爷 钱大爷知道了 这个好消息 正在往回赶 估计明天就能到 哎呀 这下落我都放心了 放啥心呢 你 你倒是放心了 他不说你明天回来吗 明天回来 你说我找老板这事 不又泡汤了吗 这怎么 魂魂受伤 都是我呢 白大爷 白大爷 其实 我一直 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 这 一会钱大爷回来了 你到底是管他要钱 还是要你这面子 还是要你这面子 感谢观看